小心 快 钓鱼喽 钓鱼喽 来 这 这 这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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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珊珊呢 珊珊 来 给你 一起啊 谢谢 会吗 不会 那就去 拔萝卜 真是的 你们钓鱼就钓鱼呗 管我干吗呀 让我这么一个小女子 在这么寒风凛凛的天气里面拔萝卜 她终于拔出来了 算了 算了 我现在是吃贝斯的 住贝斯的 睡贝斯的 连机票也是贝斯一个人订的 我就当是玩醉酱萝卜吧 不对 是破坏萝卜 你给我出来 你拔了半天 你拔了半天 就拔了这么几个的 萝卜太倔强了 拔不动 是 珊珊 是你说不会钓鱼的 那我可以学呀 你不是说 不喜欢方程间钓大鱼吗 那 那我现在有兴趣了 行吗 那要不要给刁哥们一个幸福 我 拿这儿 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黎叔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你转来转去头不晕啊 我都被你晃晕了 你今天下午回来 就心生不宁的样子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走一走 消化一下脂肪 你是在消化自己的忧伤吧 黎叔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你对珊珊不太友善 你之前可是拿人家当亲妹妹的 我哪有不友善啊 就是之前我问过珊珊 她明确地跟我表示 她不喜欢风投 这才过了几天 人都跑到老宅来了 我就是很惊讶而已 珊珊 珊珊曾经跟你说过不喜欢我哥 对啊 黎叔 我问你一件事啊 你必须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如果你现在不说 恐怕就没戏了 什么事啊 你喜欢上我哥了 什么喜欢上了 从来都没有不喜欢 你真的喜欢我哥啊 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呢 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对吧 就上高中的时候 我拿你们开玩笑啊 你还把我骂一顿呢 你 那是因为我妈始终都反对 方怡 不可能 方怡最疼我哥了 那不是一回事 她就是跟你们再亲 她也觉得自己始终是个保姆 我如果跟风腾在一块儿 别人会觉得 是我们利诱女儿攀附了风家 我们家什么时候讲究过这些啊 你真的想得太多了 何况现在你已经不是帮我们的女儿了 你还记得前阵子 上海媒体给你的封号吗 说你是上海滩最美丽的文化明星 你哪一点配不上我哥啊 你成天在他身边转悠来转悠去 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不讲 我真服了你了 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孩先开口呢 在爱情的战役里面 谁要是先开口谁就输了 我让你直接告诉他了 你至少可以透露一点讯息给他嘛 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 你一直喜欢我哥 你藏奶太好了吧你 那你说 薛山山透露什么讯息给风腾了 风腾要是真喜欢 我们自然就会采取行动 那我当然希望 风腾是因为喜欢我而采取行动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而引起他的注意了 好 你就那么有尊严地 在他身边打转吧 等他娶了别人 叫你活该 这不叫活该 叫缘分 如果真要是这样 我就认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跟风腾说 听见没有 你要是说了 我就消失给你们看 你没事吧 好了 没有那么刻骨铭心 又不是世界末日 老实讲 我可能 只是不习惯他喜欢的 他竟然是薛珊珊 要是他以前那些名媛女友也就算了 为什么是薛珊珊呢 冲突 要不你让他先回去吧 咱们吃饭得吃到什么时候 不是 快回去吧 这给我的 好吧 早点回去休息 新年快乐 谢谢先生 新年快乐 小姐姑爷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 来了 上菜了 王叔 你快回家过年吧 谢谢小姐 我在封建已经过了 快半辈子的年了 对 对不起 王叔 没人都走了 坐 坐吧 王叔 今年呢 咱们就一大家人 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年 谢谢 谢谢 那王叔 你快坐吧 好 谢谢啊 没事 快坐 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今年让你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也不知道咱们家的饭 合不合你的胃口 不过呢 我们封家的菜 我看新鲜是没得说的 还有 今天所有吃到萝卜的人 都得谢谢珊珊 因为萝卜啊 是她一个人拔的 冯小姐 虽然这萝卜是我自己拔的 但是再怎么说 她贵根究底都是姓风的 所以 冯小姐 伤心了 怎么还叫我冯小姐呢 珊珊 你以前在老家过年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我们家过年啊 那人可多了 我每年年夜饭都是跟爸爸妈妈 还有大伯父 还有爷爷 还有我的堂姐 琉琉 和大伯母一起吃的 我堂弟 彤彤 每年都会跟我要压岁钱 都会跟我要的 吃饭吗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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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啊 明天让那个能熟的人回家 好的 太吵了 好的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就你们是一家人啊 没有人问候我的 我不也是无家可贵 才跟你们在一块过年的吗 你也没有家呀 那你过年为什么不回家呢 珊珊 你别理她 人家父母可在美国 过的是洋节 圣诞节 正奇 不是我说你 今年圣诞节 礼物总没给我们 有收到了吗 没有收到了 你收到了吗 没有 你还好意思在我们家过年 蹭吃蹭喝蹭个春节 真是的 我不就是看了这点利益 才跟着风腾回国的吗 要不然你以为 工资不要擦擦了啊 吃吃吃 吃吃吃 坐坐坐啊 你坐哪儿啊 你睡什么呀 你帮我睡 你帮我睡 这名字就是我 我睡的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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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不要急于证明自己是女汉子啊 你还太笨了 我说风大老板 现在都二零一四年了 你还弄个大铁门过来烤火 你就不能弄一个高科技点的 暖炉什么的嘛 你这样弄得我多辛苦啊 啰嗦 他才啰嗦 没错 珊珊 珊珊 方言呢 他今儿不太想出门 就不过来了 不过来了 方言已经好几年没出过门了吧 晚些的时候我跟严谨去看看她吧 她最近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 就是老咳嗽 怎么却也不肯去医院 方言就是不肯对自己好一点 这样一会儿我们顺道代谢补品过去 今天过年大家别多坐着呀 要不 我们跳舞吧 听我的指令 挺好的 推右脚 没事 推右脚 坐下 对不起 我 还是 对不起 你 我 对不起 我 你 我 或许 你 我 撒一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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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方大老板 对女孩温柔点嘛 你说你这么严肃 人怎么敢学啊 我来教 我来教 来 来 来 先把你坐脚了 一 二 三 你行啊 没事 没事 再来吧 一 二 三 你行啊 转 一 二 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事 我来吧 你来 来 不好意思 准备好了吗 来 大老板舞跳得真好 年会的时候跟周晓威跳舞的画面也是这么美 跳舞真是老天爷发明罪罪恶的天分 舞室中的男男女女都充满了吸引力 偏偏我是个连小小的罪都不会犯的笨蛋 对不起 没事 珊珊 你啊 别沮丧了 我跟你说啊 我之前呢 被风月训练了大半年 才学会现在这点毛脚的舞步 要不这样 春节之后啊 我把我的舞蹈老师介绍给你 怎么样 我不用 不用 要是把舞蹈老师给踩学了 更不好 学费要多少钱呀 要是我盒包缺了更难接受好吗 其实啊 你现在的感觉呢 跟我当初特别像 当时我就在想 我这么普通又这么平凡 怎么配得上风月呢 不过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 这风家的人呢 特别好 家缝很纯 而且呢 兄妹俩 从来不会因为家事做文章 珊珊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加油 来 对不起 我不知道珊珊是个踩脚大汪 我不应该提议跳舞的 不过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跳舞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 是你父母叫的 没有人可以把舞蹈跳得这么优雅 除了伯母 虽然我一直练习 但是始终都比不上伯母的神韵 我知道我跳舞的天台 是一双的母亲 但是有一次父亲跟我说 他说他不喜欢跳舞 只是为了陪母亲 我觉得跳舞这个东西 其实跟姿态没有关系 是这个人 最重要的 是和谁跳的 走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人儿黎叔地爱我要的这么好 他呀 跟我哥一样好强 做什么事情都要镇定 你 你都不知道 他为了练武 一会儿多要稍微信 自信 别老干净啊 好 干净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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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月月 你们竟然不住这儿啊 以前是住这儿的 那今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明天延亲就去美国了 大过年的 我当然不能留他一个人啊 所以啊 明天我跟他一起飞过去 现在我们就去延亲的父母家 把小朋友交给他们 让他们二老亲亲一下 也高兴高兴 那厉叔跟正琪哪儿去了 厉叔应该回家陪芳怡吧 正琪还是住湖边小木屋啊 你不用操心他了 一会儿让他把厉叔给送回去 来 轩轩 玩得愉快啊 好 好了 走吧 还要去接方怡呢 该出发了 走 你们一路顺风啊 你们就算不担心大老板欺负我 也要担心一下 我万一控制不了自己 扑上去怎么办呀 这大年夜的 身边居然一个亲人都没有 就算冷漠如大老板 应该也会感到寂寞吧 大老板 在这补天同庆万家祥和的日子里 我们该干点啥呢 你想要干点什么呢 我 我 嗯 嗯 看 看 看车晚 了 太好了 冲完已经开始了 有了冲完 就算不开口也不会尴尬了 这个世界有冲完真是太好了 对了 水果 面前再摆盘水果 嘴巴忙着吃 就更加不用说话了 雪珊珊 你长了一岁 脑子也长进了不少嘛 我去吃点水果 水果来了 收到了一个短信 嗯 这是棉花找花 她祝我新年快乐 这很正常吧 我福宁国节也收到 不少祝福短信呀 更何况你是个大老板 肯定少不了拍马屁 攀关系什么的 没可能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哦 哈哈哈哈 是啊 你手机不是掉了吗 是 定时发送 你给所有人都发了这个 没有 就只有你一个 怎么回事 这气氛搞得像是 我给他发的是诈骗短信 你 现在 这算是在审问我吗 雪珊珊 你这是在遇亲过纵吗 是你先亲的我 虽然你看起来很冷漠 但是你对我的温柔我都看到了 是你一直在给我希望啊 你怎么现在反过来问我这些问题呢 你 我跟你说 你这是在幽地深入 我不懂你再说什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风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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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我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年回去前 我明明没有想过这些的 可是后来 我发现 看不见你 我好失落 你在公文局里等我 我觉得我好丢恋 你带我来家里过年 一起去年夜饭 虽然我很不自在 但是 我好开心 我不会跳舞 但是我可以学啊 我没有你的密码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密码告诉你 我想 我喜欢上你了 那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不是你喜欢的吗 没关系 呢 祝你新鮮快乐 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学生生 我的心 是否能填过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你怎么会有险子就什么双眼 你找人家有险子的 你怎么会有险子的 那你 sł是你 我们说什么 你妈妈当螃蟹水 还可以横着走 不玩了 不玩了 玩不过你 我们玩西洋棋吧 西洋棋 我今天在手机上玩 一定能用过你 用过你 这首歌是九首 准备 什么意思 主将将死 过来 你 我不玩了 我们玩跳棋吧 好不好 跳棋我最拿手 绝对厉害 我们剪下心来 看看书吧 可如松子 色如鹰 为时蹉跎 欲半生 岁渺尖州 曾见树 持心入座 久闻名 这个作者怎么像山西一样那么爱吃呢 竟然给荔枝写了一首诗 关于吃荔枝呢 我只记得一记诗句 听好了 一记红尘 妃子笑 无人知诗 荔枝一来 同样是在说荔枝 同样是在说吃 你那首诗跟我的比起来进去 这首诗诗诗我 爆啦 薛珊珊 你诗诗我 爆啦 就说了 我们叫山珊脑袋怎么这么大啊 你脑袋才大呢 在看什么呀 你马到大这儿来 是刚刚放错了 放错了 再回来一步 你就走 嗯 走吧 来 怎么走啊 这 好嘞 吃掉一个 好嘞 好嘞 这个 老头 过来 过来 爸爸要输了 快快帮帮我吧 爸爸要输了 帮我走一步 看 那步 把这个吃 这 你们俩 这和这伙伙伴欺负我吗 真厉害 来来来 给你爸 真厉害 这儿子不行 别走 为什么今天总是想起 童年那些美好的回忆 童年这什么坏事 来 开手吧 快来 急 叉叉 帮腾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呀 要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你不是那么傻 应该是在跨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烟花 Zither Harp 是 薛小姐 新娘好 新娘好 薛小姐 赶紧去吃早饭吧 方先生在呢 正好拿红包啊 红包 我有吗 肯定有啊 方先生每年初一都会给我们发红包 薛小姐 您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对啊 我也是封城的员工之一嘛 当然要有红包了 但我 repeated叫作 我还是封城的员工之一 我必须说 你去吧 我去吗 我去吧 过来 你在我家里用这么饥渴的眼神看着我 这样好吗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谢谢 王叔 麻烦你把备好的年货都放到这里 好 里头是什么呢 好 等一下我有事不能送你 我让他们送你 你先去忙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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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这不是我给飞月小姐的挂牌吗 什么呀 疯疼 是要我储存吗 我应该还是会写大老板吧 真不习惯 珊珊 到了吗 到了 已经办完登机手续了 在这儿等着登机呢 那个 你给我家人送的礼物 未免也太豪华了吧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你给我准备的挂牌 把它挂在包包上 一定要带好 对了 一会儿安排的人会接你 好 好 上面紧急连入了人的名字 突然间从爸爸的名字 变成一根名字 想念好个习惯 那就从现在开始慢慢地习惯 知道了 到了 告诉我 我说这狐狸的鱼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这狐狸的鱼是怎么回事啊 这狐狸都势力啊 知道你是大老板 都往你那儿跑 我这儿怎么这么冷清啊 这论钓鱼 我可不敢跟你这个 捕鱼达人生比较啊 捕鱼达人有什么用啊 捕鱼达人也指挥不了 爱神秋别特的剑 往谁的心里射啊 我说你今天说话怎么一直在这儿 怪来怪缺的 直接一点 方总 你别说你看不出来 利叔喜欢你啊 开中闷晓的 他是妹妹 妹妹 人家可没拿你当哥哥呀 那是你不知道 利叔跟我说过 他有喜欢的人 而且跟我很像 很难搞 但是就挡不住 接着装 行 当愿利叔喜欢的那个男人 跟你一样 才貌双全 欢迎你 总算把你判了 好 妈 做事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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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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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昨天晚上他送黎叔回家 我看见他们很亲近的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好啊 因为盛奇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些年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做不出这么好的成绩 他这个人呢 待人为人真诚和善 特别是对待女孩子 非常地谢谢 怎么聊到我身上来了 凤腾啊 你从小疼黎叔 我知道你会保护他 你信得过的人 我也相信 我也放心 就多拜托你了 妈 你有说什么呢 我 我收到美国那边的电子邮件 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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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公事 赶快去吧 别陪我了啊 好的 芳姨 好 芳姨 走啊 妈 妈 你怎么老是跟风腾说这些啊 难道没有别的话题了 妈 年纪大了 妈年纪大了 其他什么都有了 要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就如你了 我挺好的 您别担心我 你看你看 但是您这身体 我跟你说啊 过完年之后 我必须带您去医院 不能再拖了 历叔啊 您也不能老挂您的风腾啊 世上有这么多的好的男人 即使他是一座森林 您也不能因为他是一座森林 而放掉好多棵树啊 您就一天到晚念叨这些事 我能不知道吗 我之前不是也顺着您的意思 交过其他男朋友吗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 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这没有办法勉强啊 那是你心里不够展开 才会勉强的 像我觉得 倒是那个正气倒是不错的 你别啊 你可千万别的人勉强胡说 我跟那个正气 是特别好的朋友 您这样说我们特别尴尬 我跟你说 妈是希望你早点离开这个老家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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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好人好人算 妈 你听我的 你把这姜汤给喝了好吗 快 快 快 趁热喝了啊 要吃饭了 我先过去帮忙啊 这丫头 哪个那边什么事啊 为什么故意把问题丢着我 什么问题啊 你跟丽叔的问题啊 你拼命向方怡推笑我什么意思 我只是顺着老人家的意思 随便聊一下而已 是 方怡的确需要一个女婿 但是她需要的是你啊 不是我 方怡也太清楚我跟丽叔 是我们俩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现在只是把我身边的好朋友 介绍给她认识起来 做一个参考的事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跟丽叔还不熟啊 还要你推荐啊 这事要是让丽叔知道了 你觉得她会不难过吗 你可以劝她呀 你会吗 我劝她 如果你告诉我不懂 从此以后 我绝口不停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那你不劝你还不让我劝她呀 我看美国那边是没什么事吧 事大了 你不做哪里 你会这种人 那你不要说 你不做哪里 你不愿意 你不做哪里 你不做哪里 我可能需要不要 你不做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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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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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很多 就在这里等一下吧 不知道封腾见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啊 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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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做梦子吗 有什么时候来的 我昨天来了 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啊 我睡着了 没听到 睡好了吗 还好 那我们走吧 那个 那我去了 好 找这个 不是快到情人节了吗 送你们的礼物 我们家很穿透 就也不让过西方的情人节 所以我从来不过情人节 不过这个礼物 我很喜欢 走吧 珊珊 珊珊 前两天隶叔的母亲去世了 什么 这阵子她可能会住我们家里面 那这段时间就好好陪她 我们走吧 她在车里等我们 等会儿 在闻 吃 你还好吗 新年快乐 天啊 黎叔一下子变得好憔悴啊 怎么办 我也不会安慰人 黎叔 我包里面有一包牛肉干 你要不要吃 我包里面有一包牛肉干 我包里面有一包牛肉干 晨晨 你要是饿了 自己多吃一点 嗯 许珍珍 你别想了 这个时候你给人压正风吃醋干什么呀 我到了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你先上车吧 赶紧让黎叔回去休息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事 那就下次吧 下次我请你喝茶 顺便把刘刘正式介绍给你 一次在医院 你们不是很愉快 应该是我请的 她把我的珊珊照顾得真好 是吗 好了 快走吧 走吧 走 大年初一以后 已经快一个星期 没跟风腾见面了 许珍珊 许珊 爱情固然美好 但是你有伤的时候 得说对你多好啊 你绝不能在这个时候 有异性没同性 有爱情没同情 先生辛苦了 袁小姐 快递送来了你的几个箱子 已经在房间里了 你也累了 上楼休息吧 王叔 对不起打扰了 别这么说 小厨 带袁小姐回房休息 别忘了 把熬好的红草汤 给袁小姐端进去 好的 袁小姐 请跟我来吧 我 Crush 我说 最近利ts书的心情不太稳定 帮我好好地照顾她 我会的 放心吧 我还有事 晚上不回来吃了 知道了 还好通讯路的电话都还没有丢 听说 现在人的脑袋只能记住三组手机号码 一组是自己的 一组是妈妈的 还剩一组呢 当然就是情人的 喂 你在干吗 我去接你吃饭 哦 我刚补完卡 喂 应该我带你去 其实你补补补卡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带你去 知道吗 不是吧 你不会连这个都要生气吧 没关系啦 我 我就在刘刘家这个附近马路边上 就有一个游乐厅 我就是顺便嘛 李叔呢 你有没有陪他一起吃饭呀 你等我 我先接你 好了 过了 你不会应该来 好 你们 你 不要 你 他们 不 我 我 你们 封先生有事出去了 他说晚饭在外面吃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可是郑奇先生来了 怎么样啊 出来透透气有没有开心一点 透透气好多了 那就好 住在风唐家还习惯吗 习惯啊 我从小就在那长大的 习惯的都有点闷 我妈一直都想让我搬出去 可是没想到 他一走 我立刻又住进去了 其实风唐应该陪你吃饭 他这人就这样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都特别地专注 他这人就这样 谈恋爱也不例外 就算我这个老朋友遭遇变故 他也不会晾着女朋友不管 对 他心里内感秤了 谁都破坏不了 这也是他最吸引你的地方吧 不要再逃跑了 别再跟学生时代一样 风唐一游了女朋友 你就想逃跑 就要放逐自己 咱们现在多长大 不是小孩 有自己的生活 怎么说呢 其实生活啊 就像是一面又一面的墙 就算你躲得过这一面墙 那下一面墙呢 下下一面墙呢 你都要躲吗 所以 我希望你不要再为爱情逃跑了 好吗 你会读新术啊 这么快就揭穿我的轨迹 这么快就揭穿我的轨迹 上海这么大 够我隐藏的吗 我答应你 我不会逃跑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你今天晚上 能不能让我再逃避一下 哥们儿 怎么逃 有你在我身边我才放心 你带我去喝酒吧 彻底地喝醉 让我逃过今天这一晚上 这有什么问题呢 走起 你 在干什么呀 今天不用我挑菜了 现在又上班时间了 可是那天我去你家 你不是还让我拔萝卜呢吗 可吃吧 所以你今天是故意不让我挑菜 给我放假喽 对了 明天中午我记得上来吃饭了 不行 咱们得各吃各的 为什么 你忘了 公司有尽爱令啊 你自己摇取的话 我不用做了 你的公司 妈 你去哪儿 怎么办 我去哪儿 你看 看我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咱们给我 你去哪儿 除非 你去哪儿 早安 正琪 就是你家啊 那个昨天晚上 怎么没把我送回去啊 哥们儿不会把对方送回家 也不会帮对方脱衣服 只会把对方带到自己家扔到沙发上 不过看在你是女的 所以特别优待一下 让你睡我的床 我睡的沙发 我去帮你煮杯咖啡吧 清醒了送你回去 来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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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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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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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个房子 怎么样 快点儿 快点儿 往下 正琪 我没有家了 我妈走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以前的房子是租的 但是因为有我妈在 我觉得那是我的家 现在呢 他只能在一个冰冷的房间 他怎么能算得上是家呢 你也不这么说 风堂和风月不都是你的家人吗 从来都不是 虽然我努力的 我特别努力把自己变成冯家人 但是从头到尾都不是 这怎么办呢 你只剩我一个人我要孤老一生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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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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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丰腾跟珊珊在一起 他们结婚了 我就跟你在一起好吗 除了丰腾 只有你对我最好 你喝醉了吧 你喝醉了吧 我喜欢你 你喝醉了 我喝醉了 很好见 喝酒 咖哟 要喝酒 不是 还是觉得有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抱一下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来到我家里 连我都佩服我自己可以坐怀不乱 你觉得你不应该抱我一下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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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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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严总的秘书 对 严总给我打了岳阳电话 让我开工前过来拿份资料 好 严总交代过来 请进 好 谢谢 你稍等我去拿 好的 你说 Ce方 但是ageddon 我是严总肯ّ交代的 要给它资料 好 谢谢 치만 淟 Malaysia 你欠便你了 哦 那我去叫她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再见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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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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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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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搞啊 我们明天才开始上班呢 你怎么现在就开始 进入工作状态了 豪门之路 难行也呀 现在这男主角 不肯跟女主角过情人节 你没事揍我身上干吗呀 这让我采访采访你呗 我就反复想这事 我想不明白 你说像大老板级别这样的 他不如情人节 他有什么麻烦呢 不过也就让秘书帮他 带买个礼物 带订个餐厅 不就完了吗 干吗摸呢 你说我这小说家 我都写不出梗来 你 你告诉我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我都说过了 封疼疼爷爷 不喜欢过这种节日 封家人从来不过情人节 封老先生 他都过世多长时间了 还用这种理由 骗在这小孩呢 我告诉你 男人不跟你过情人节 那就是要跟别人过 就这个理由 你看我 我跟我们家杜盘是不是情人 是情人 过不过情人节 必须过 你看刘刘跟小游 他俩是不是情人 是情人 那过不过也必须过呀 我今年不过情人节 为什么呀 本来游淳浩说 会来上海陪我的 但是他又说 现在最近北京挺忙的 所以赶不回来了 非奸必战肯定有鬼 不过他把钱打到我账户上 说让我给自己买个礼物 你们俩真是今儿俩 傻傻一块去了 他钱对他来说是什么呀 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那时间对他来说 才是最宝贵的 给你买点东西算啥 他只有把时间给你了 才能证明他是爱你的 好吗 不过只是送礼物 不过也就罢了 有情人还不能过情人节 确实有点可惜 怪不怪 因为是适时阶段 所以情人节 直接跳过舞 或者我想不能是 想用这种方式 来测试一下身杀 看他是不是跟那些 其他想嫁入豪门的女孩一样 爱慕虚荣 对啊 这就是试用期的最终结果嘛 测试 这根不错 我赶紧写下来 赶紧写下来 测试 一风腾的个性有可能 谈恋爱被测试 这种感觉好差啊 沈沈 我可告诉你啊 这风腾虽然是个大老板 但是你也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被他各种摆布啊 你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告诉你啊 这个情人节可以简单地过 这不送礼物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不过 这是姿态的问题 就是 有什么不能有病 没什么不能没姿态 我告诉你啊 要不然以后你那说话余地都没有 以前没男朋友的时候 发愁情人节一个人过 现在有男朋友了 还要愁过不过 怎么过才不会失了姿态呢 是不是太累了一点啊 尝一尝我们家的葡萄干 好吧好吧 特别好吃 你们吃吃看我这个 我这个我像是特别爱吃的这个桂圆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还有我家腰脏也很好吃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我们家我们家江南糕点 江南的吗 江南什么江南 你孩子长得漂亮吗 这是因为从小就吃好 那干嘛呢 那干嘛呢 过来一起吃啊 对啊对啊 对 快快快 尝一尝我们家的新章葡萄干 试试看我们家的嘛 谢谢 给 你好 你带什么呀 甄甄没回家过年吧 被她老板接回去过年了 你怎么知道 听说琳娜跟小薇都是流美的 学历背景相同 所以很谈得来 琳娜时常偷渡制造机会 让小薇跟风腾见面 看来这八卦还真不假 其实我只是去了老板家 一下下而已 没待多久很快就回来 吃年夜饭了 可是你们家不是很远吗 来得及回去吃年夜饭吗 忙着急啊 那么大老板中张机票 还不是很简单的事 难怪难怪 对啊 以风腾的事例 即使是过年 用当机票有什么难呢 所以 除夕那天弄不到机票 根本就是 奸商 奸商 阿佳 别吃了 我来跟你说点事 你怎么了 小薇 你怎么知道他 阿佳 你知道 过年那天 你让我带回去的包裹 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呀 怎么了 菜刀 里面全都是菜刀 你知道我那天 被关进公安局了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关到公安局里 关到公安局里 我当时多无助 多可怜你知道吗 我的妈呀 你妈都收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不过 她是要让我寄快递的 早知道我就 你问清楚是什么东西 都让你带了 对不起啊 珊珊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 没有好好回家过年啊 不然你以为呢 我错了 都给你吃好不好 不要生气了 明天中午记得上来吃饭了 不行 咱们得各吃各的 为什么 你忘了 公司有尽爱令啊 好 大老板 这是您要的资料 等一下 大老板 我们公司 办公室恋情多吗 本来是有几对的 但是公司颁发了尽爱令 现在估计都转成地下工作了 所以也不确定还是不是 大老板是不是觉得 这个尽爱令 有一点点问题啊 嗯 嗯 那是不是要撤了这个尽爱令呢 不用玩 专心工作更符合鸡蛋利益 帮我跟阿明说一下 中午不用让珊珊上来吃饭吧 是 嗯 嗯 怎么啦 大老板突然问我敬爱令的事 敬爱令 他应该是想撤掉敬爱令吧 大老板说了 专心工作比较符合公司利益 该不会是 大老板和珊珊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吧 大老板的确说了 说 就珊珊一会儿不用下来吃饭了 看来啊 真的出事了 你不是在说大老板吗 你们是在说大老板吗 夏威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接你们 吃了吗 你以后别来了 这个时间段堵车 你们迟到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从明天开始 提前半个小时出门 我已经想好了 既然我们不能一起吃午餐 那就从今天开始一起吃早餐和晚餐 这样我又转了一顿 走吧 走 怎么了 没事 我还以为搬到柳柳家就可以一晚睡了点 没想到还是早起啊 不 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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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个 在前面的路口帮我放下 行 行 要是让同事看到我搭大老板的车上班 那还得了 好 以后就在那个地方下车了 可以吗 吃来的菜 再来一会儿 连续一个星期 我跟风腾除了上班睡觉的时间 几乎都在一起吃饭 吃饭 吃饭 下班了 我约了山人吃饭 你去我们家陪陪历叔 我今天有点累了 我就不去了 改天吧 你去吧 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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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觉得 彼此喜欢的人能在一起 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不过一天秦文杰又如何 那我该为的这件事 怀疑丰腾吗 怀疑他对我的用心吗 所以到现在 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 跟丰腾 提秦文杰的事 我说财务那个 是不是被二十二楼给抛弃了 是吧 最近听说都没上去吃饭呢 听说二十二楼这位家里面 还藏了个秘密情人呢 这可是严总秘书学里亲眼目的 秘密情人 不对 他们应该说的是隶书 一定是的 话一说回来了 这也不能叫抛弃吧 人家搞不好从来就没有认真过呢 也是 所以吧 人还是得踏踏实实的 高姿不能乱排 没听说过高宿不胜寒吗 是啊 这掉下来的滋味估计不好受呢 我们公司那么多人看着 还有去年得到最优雅能吃的那个周小薇 现在估计啊高兴得要死吧 换我啊是待不下去的 搞不好啊 要离子呢 就是 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脸在公司待下去呢 这就是小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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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又是我多好啊 第几次了 就是啊 好羡慕哦 我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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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玫瑰代表天长地久 也是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够 默默守护你的薛向东 这人是我们公司的嘛 薛向东 没听说过这个人 好了 好了 别这么关心我的私事了 要是被科长知道了 我也挨骂的啊 跟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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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去工作吧 去吧 好 谢谢你了 我刚才想什么呢 怎么婚姻瞬间以为 花是风腾送的 大概是刚才被吓傻了吧 不过其实 他们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任何人看到我跟大老板走在一起 肯定都不会看好的吧 都认为麻雀飞上枝头 总有一天还是要摔下来的 怎么办呢 门儿都不会看出了 还得来的 什么样子 把鸡蛋也招惹了 你倒下来的 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呢 都不会看出什么 还准备了 还得到你呢 又来 您有什么事吗 没事 没事 你先去忙忙 行 好 晟晟 下班了 嗯 我现在在黎叔店 原本想找黎叔聊天的 结果他今天没来 他这天天好多了 你不用担心了 你等我一下 等一下我接你 好 对啊 今天可以偷偷地问风月 跟颜总过不过前节 如果他们过前节呢 那没道理 风腾救不过吧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的关系 难道真的是为了要测试我吗 风腾 美国那边的资料我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来的正好跟我回家 陪黎叔吃饭 我今天还有点事 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我还在想这两天 黎叔心情好多了 这个正气怎么这么厉害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没关系吗 他那天一生外 都没有回家 对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 我把他带到我家去了 但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你们有什么事你也不会跟我说啊 正姐 我觉得两个人相仇 总会有一些误解 我相信黎叔他真的觉得他很喜欢我 但是依照他那么好强的个性 你认为他喜欢我 他那么长时间不说出来 那就证明他没有那么喜欢 他只是性格比较好强 不想先开口罢了 我知道他性格好强 但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 可以忍着始终不说出来吗 所以你是不打算把话说白了吗 这言黎叔的自尊心伤得起来 不过有另外一个好办法 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知道他身边有一个帅哥 一直在守护他 其实黎叔他也不知道 自从那天晚上过后 他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走吧 我去看看 黎叔 黎叔 黎叔不在房间吗 我去看一下 好 也就是把人都给他感觉 看见他 看见你了 看见了 我去看见他 他很多人都说得很难 真的不够用啊 你这绕来绕去的实在是听不懂啊 丁叔 你在这儿啊 芯芯也来了 谁让我过来看你 郑妾也来了 你 找书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进来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闷 想找一下 那本《德格尔格斯比》 《德格尔格斯比》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送你的那本 你没印象吗 带回来没有 哥 回来 回来了 丽叔呢 你怎么回事啊 在楼上 洪月 我熬了紫米红豆粥 小猪 你好 月 坐 我这儿 没有 妈 妈 除夕那天晚上你去我家 我妈还叨叨 说没给你熬一碗 你最喜欢吃的红豆子蜜粥 赶紧趁着把它喝了吧 母亲 子蜜粥 我给你烦死的 你从小看到的 我送了你 你对我来的 那我来的 приш这给你 让你来的 我来的 我来的 不是 我来的 来 等一下 从现在开始你需要适应很多东西 从我帮你开车门开始 老板不可以 但是男朋友可以 还有那么多的规矩 是不是从老板到男朋友 有点不太适应 我 我可以跟你坦白一件事情吗 说 晚饭前 在书房的时候 我看见黎叔穿着睡衣 在你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就有点忘了黎叔家里的事情了 我 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 这个可以理解 薛珍珍 你终于学会吃醋了 你可以再骄傲一点吗 不过这句话比任何解释都让人安心呢 不过还有一点对于你来说 会更艰难 什么呀 就是在你男朋友周围会有很多你认为的情谊 但是你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我对你有多好 就是我对你有多好 我有多爱你 其他的都不重要 知道吗 你这不是句话 你这是自恋 自恋狂 进来吧 梦桃 你相信你 我没想到你 我没想到你